今天在武汉 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了 我们要去吃卤味 卤菜 其实我感觉好久没有吃卤味 卤菜了 今天我们要大吃一顿 就在前面啊 直接说就行 是吧 这个怎么卖的啊 大哥 讲个 每个家伙都不一样 哦 那我要一个 哦 这个是卤蛋吗 对 你要不要吃 出来 有料金的 有料金有料金 有料金 还有料张吗 有啊 还有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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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猪肠吗 肥肠 多少钱啊 大小 很大小 大的呢 起步的是20 哦 要辣椒吧 干啥呢 拿个小的就行 对 我没有吃不了 还有 有没有素菜啊 都是肉吗 多棍子啊 杆子啊 豆干 香肠 有杆子了 素菜 凉杆子 还有提花 鸡腿鸡汁 牛肉 还有牛肉 什么都有 我40多样 还有香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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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吃素的吧 倒一股 太坚素的 行 这么多就行了 加点辣吧 好 做吧 有什么样的助食呀 粉 面 粉和面 只有这两样的助食 馄饨 馄饨 那我要面吧 汤面 对 要面 吃不惯 看这些粉 马里的人吃不惯面 山东的吃不惯 山东的吃面是吧 吃面可以 人吃粉还是有点吃不惯 拿一份面就可以了 好 够了 我感觉好像要的有点多哈 但是它这边主要的这个卤菜就三种 豆制品肉和这个藕 就是三种 但是有多少样呢 有四十多样 因为它的卤汤是一样的嘛 这些卤菜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这个软糯的口感啊 瘦肥的这个程度不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藕就真的是比较辣的 但你像这个猪皮这样的就是比较筋道的 吃起来就是有点咬不动 卤菜的味道就是微咸 微辣 微香 在这么多卤菜当中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牛肉 切的很薄 但是很入味 对 每天下午四点钟 四点半吃饭 到晚上十二点 对 四百斤 不估计有四百斤啊 我不要说多少斤 每天就这么多 你看这一锅是吧 夏天两锅 夏天两锅 对 夏天一般会比较有什么 是 吃货都知道 看着计划饭 我吃辣椒 我吃不过粉 我就吃了 这个好辣椒 我吃了 正硬 刚才吃了 我吃了 它吃了 你看这 我吃了 又吃了 可爱 小肉 老板 因为我吃不过粉 而觉得震惊 老板 自己放在那个片子里